主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感谢神今天又吃给我们机会 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 阿明思想主的话语之前 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 感谢你主啊 今天你又吃给我们新的一天 你要吃给我们健康的身体 主啊 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 好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 感谢你主 我们把这短短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 求主耶稣带领我们每位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今天我们的读经运动凡事来自诗篇 134到135篇 题目是以真诚的心赞美 这首诗是以色列上行之事的最后一篇 我们一起来看第134篇 第一节 耶和华的仗 耶和华的仗人 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 诗篇一开始要请耶和华的所有仗人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仗人指在耶和华殿中服务的立位支派的祭司 而我们可能会起疑问 作为耶和华人 祭司们不是在他们的各种服务中自然而然的承担了赞美上帝的任务吗 那从视觉看上去 以色列人看到即时的积极的服务到晚上 可能感到敬佩 但是若没有诚意 他们的侍奉在上帝的面前是毫无意义的 这就是为什么私人提醒 同时也鼓励 所有耶和华的仗人都要赞美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通常包括相声所举手 我们看在第二节 你们当相声所举手 称颂耶和华 也就是说 赞美上帝应该实际到整个人 如果我们的心和意已经向主高举 身体也会自然的跟着向主表现喜乐和敬拜 第三节那里说 愿造天地的耶和华 重新安赐福给你们 是即使对以色列人的祝福 若即使赞美耶和华的诚恳被以色列人看见并效法 这岂不是很好吗 他们各个回到他们的家 却信敬拜赞美耶和华 因此由此爱和大能地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讲祝福他的子民 耶和华要祝福我们 他要坐在我们的生命的宝座上 做我们的王来祝福我们 来保护我们 来带领我们 弟兄姊妹 有时候呢 反复做的事情很容易失去了意义 包括在教堂里的敬拜和服事 那如果不借心 我们很容易只是为了履行义务而进行教会活动 没有属灵意义了 毫无意义的唱诗歌和诗奉主 若所有的教会活动都只是处理习惯去做 那么呢 我们将会失去属灵的祝福了 愿这诗篇提醒我们要真诚的敬拜主 无论在教会里 回到我们的生活的角色跟岗位之后 我们仍然在主里 在主面前 做一个能够荣耀上帝的好儿女 基督的好门徒 当我们尝试的时候 我们要以真诚的心赞美主 主已经赐给我们的机会 能够侍奉祂 我们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 我们要好好侍奉主 强化上帝赋予的权力 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主 我们要向主表现我们的感恩这心 要向神感谢 赐予我们的每一个的祝福 我们祈求主 使我们能够有真诚的心赞美 敬拜祂 阿们 我们低头祷告 在神面前的敬拜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主啊 教导我们能够以真诚的心赞美 敬拜您 我们要向您献上感恩 主啊 求你带来我们这一天的时间 让我们可以传递美好的生命 感谢你主 我们祷告 感恩 受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